陳瑋妍 高興 謝謝主席 請部長 好 部長就請 陳瑋妮好 部長好 部長 實在是有點悲哀啦 我們台南 水庫那麼多 但是還是要被限水 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地方的明代 才會開始擔憂 才會說為什麼台南要被限水 還要把水供給高雄 才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我聽到了 師弟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台灣這個水庫 它的地點的選擇 我不是跟你說地點 我的意思是說怎麼會這個樣子 台南的水庫那麼多 基本上應該是最豐沛的 只要限水 絕對台南不會被限到 那為什麼 台南有那麼多的水庫 甚至 我們還針對真文南化烏山頭水庫 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 來成立 來完成了這一個特別條例 是的 很諷刺啊 這個特別條例委員很清楚 我們去年通過之後 目前開始在推動 那麼剛開始在做這個事情 怎麼推動 那裡面包括水庫的治理 包括水庫的輕易 有嗎 目前都開始在做了 有嗎 有在做 部長 是的 你請說 今天整個淤積量可怕到什麼程度嗎 你白河現在已經要激進七成的淤積量 你了解 還有呢 真文水庫已經到達了三成五的淤積量 南化水庫是到達三成八 基金要四成了 還有烏山頭水庫呢 是已經到達五成 然後呢 白河呢 我們很清楚 這七成當中 我們束手無策啊 因為我們每一次輕淤的速度 來不及 比不上他淤積的速度 我拿真文水庫來做一個討論好了 真文水庫 我們每年才能輕淤多少 四十到五十萬立方公尺 但是 才一次八八水災 你知道他淤積多少嗎 一億 了解 你算這個比例 一次八八 淤積了一億立方公尺 每年我們才能輕淤四十到五十萬立方公尺 好你自己算一算 如果依照這樣子一個速度 你這個水庫 大概要兩三百年喔 才能輕淤完成喔 而且是 沒有繼續淤積的前提之下喔 可能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不可能嗎 真文水庫是這樣的情況喔 我們這個剛剛委員講的是 譬如說我到水庫去清淤 這是一種狀況 那真正水庫的清淤 目前主要是靠水量大的時候呢 所謂的這個 叫水利排沙 就是利用那個時候 水利很大的時候把它衝出來 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這第一個 好 這第一個喔 那第二次委員剛剛講的 清淤 部長我們都認為 我們為什麼會通過這個特別條例 我們也利用了振興經濟 這樣子的一個經費 可以讓你們去處理這整個水庫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相信你嘛 不論你用任何方式 我們看到的是結果嘛 了解了解 我們要看到結果 但是你現在給我們看到什麼結果 沒有 所以我剛剛講這兩種 第三種就是說 所謂繞庫排沙 好啦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我現在講的是 你給我們看到什麼水果 結果嘛 我跟委員報告 你這個結果是什麼 這個需要時間啊 還是繼續清淤嘛 這需要時間 好啊 我們要給你多久 所以剛剛講到說 請問要多久 我們要水地排沙 要到颱風季節的時候 部長我們要給你多久 你給我 給我一個時間 第二個 你要做這個繞庫排沙 要多久 這一個特別條例是五年啊 是的 這個特別條例是五年啊 是不是五年之後 是的 我們這些水庫 就可以清乾淨了 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剛剛講過說 繞庫排沙 要規劃 要做一些 部長 這個時間都給你嘛 你們是 你們是行政單位啊 我時間都給你 你給我說 多久才能讓我們 讓我們的水庫 能夠不要淤積 能夠真正 能夠去裝水 而不是說 今天 只剩下白河水庫 只剩下三層 可以去积 积我們的 未來要用的這些水 第二個 就提到這個白河水庫 白河水庫呢 預計的很大 我已經剛才講過了 部長 你都沒有針對我的問題 沒有 我在講白河水庫 給你做參考 不用啊 我說的這些都是狀況 你只要跟我講 你只要跟我講 你多久 多久可以給我們一個 這個清淤的問題 可以解決掉 不論是白河 不論是烏山頭 不論是南華 所以我現在正想 正想講白河水庫嘛 好 來那你個別跟我講 最好的方法是 比照阿公殿 放空 好來 放空 那你個別跟我講 放空之後 你怎麼做我不管啊 這個需要時間嘛 你怎麼做我不管啊 來 你白河水庫 你白河水庫 你多久 能夠把這些淤砂弄好 所以我剛剛講嘛 白河水庫最好的方法 是把它放空 再整個來清 比照阿公殿一樣 那這個規劃時間 至少六年到七年的時間 六年到七年 是的 好六年到七年 他才能清淤完成 是的 那如果這段時間呢 這段時間發生了 所以這問題就跑出來了 如果這件時間又發生了 這樣現在的旱災怎麼辦 沒有 我說這是要花這時間 所以這時間 那這段時間怎麼辦 附近農民的 附近農民這些 稻田 這些田的 這些怎麼去補上問題 要去處理這塊 怎麼辦 因為附近沒有別的水龍路 所以這邊就要一直考慮阿 阿怎麼辦阿 就是要給他一些補償阿 但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白河水庫不是經濟部主管的水庫阿 沒有阿 聽你這樣子講我實在是 真的是心來有夠煩惱阿 來好 六七年阿 我繼續 我繼續就看 看六七年可不可以完成 好 那曾文水庫呢 多久 我們現在準備做繞褲排沙 好多久多久 我時間有限多久 曾文水庫多久 大概也要六七年的時間 也六七年的時間 好 六七年才能把所有的浴沙都處理好 我沒有辦法保證所有的浴沙處理好 繞過排沙 現在的浴沙浴基層已經有事成了 那你要講廢話嗎 不是阿 部長你在講廢話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就是不敢負責嘛 好 你說的六七年不保證浴沙全部處理好 那你在講廢話嗎 現在浴沙就是最大的問題阿 浴沙降低阿 好那南化呢 南化多久 南化那個水庫 南化水庫 預計多久 是 你目前規劃怎樣 大概也差不多六年的時間 齁也差不多六年 好 烏三頭呢 烏三頭多久 烏三頭是一個理草水庫 他情況不太一樣 好 阿不太一樣是不是就不管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多久阿 我問你多久 當然每一個水庫的狀況不一樣 我尊重你們專業嘛 你跟我說時間嘛 我現在都把你記錄起來喔 我都記錄起來喔 我都記錄起來喔 我都跟你講過嘛 好 烏三頭多久 大概差不多六七年的時間 也都六七年嘛 好 這些水庫都六七年阿 好 來 這個特別條例五年就完成 阿你說這個要六七年喔 阿這個差距怎麼辦 沒有 我們後續會用公喻圈來處理 那差距怎麼辦 又銜接上來阿 阿那如果沒銜接上來 誰要負責 非做不可阿 要怎麼負責阿 我的水庫不給誰用 或是說我不要怎麼樣啦 不可能啦 重點是 你不能說我水庫那麼多 還要被陷水 當然大家都會恐慌嘛 那你們的責任就是把清浴清好 不能說有水的時候還在洩洪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邏輯啊 余大當然要洩洪啊 謝謝